与新科副議長張榮藏合照 陳資文表情看起來有點僵硬 因為他的副議長搭檔沒選上 連自己都差點落選 我今天宣布退黨 那以後黨部的所有的運作的關係 所有的黨務的活動我也都會停止 民進黨新科議員黃敏修 在選前一個小時 無意僅宣布退黨更在臉書上發出聲明 提到嘉義士敗選 有中常委自己沒出力 卻在媒體摞知罪名 在地方輔選人士身上 推諱謝澤的行為 本人深感痛心 決定在政府議長投票之前 公開宣布退出民進黨 突如其來的消息 讓青綠的無黨籍候選人陳資文 選情出現變數 原本可以拿下國民黨三票 民進黨六票 無黨籍兩票 再加上自己那一票 陳資文有十二票 應該可以穩定當選 但民進黨議員跑票 第一輪投票 陳資文以十一票 顯勝對手蘇澤峰的十票 但因為票數沒有超過半數 進行第二輪 結果一樣 由陳資文的十一票 顯勝對手十票 當選之後受訪 提到自己的先生 同時也是前嘉義市議長林承勳 陳資文忍不住哽咽 林承勳因為被控匯選後來判刑定業入肩解職 這回大夫出征 同樣登上議長寶座 陳資文承諾一人當選兩人服務 只不過受到嘉義市長選戰勢力影響 基層反彈聲浪不斷 也讓這次的議長選舉贏得相當驚險 華爾宣外賬黃朗盛台北嘉義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